民進黨最近很奇怪 幾個ARK們 包括內政部長林宥昌 還有包括鄭文燦 都主動的去攻擊盧秀燕 而且同時間兩個人都翻車 鄭文燦總統已經講過他翻車了 現在有人傳出來說 是不是跟這個內閣 接閣員佈局有一些關聯 所以這些ARK們紛紛 對盧秀燕 盧媽 來發動林立的攻勢 但是一個一個都中見 林若昌昨天還把人家的 台中土地的處理資料寫錯了 他說後來還公開道歉 我告訴你 現在傳出來說 賴清德的團隊裡面有兩派 有一派覺得說 新的行政院長 政治性可以低一點 但另外一派覺得說 不一定 也可以高一點 但這兩派唯一的共識 就是覺得鄭文燦 可以繼續當副院長 說後來我就聯想說 你去打盧秀燕是怎麼樣 是接下來 因為在新的隔魁組成的過程裡面 要表現嗎 這請教楊明 我覺得 其實以林宥昌的表現 我覺得他等於是綠營新戰神 就是誰 那個叫神黨殺神 佛黨殺佛 如來我必反 蟹來我照打 就是蟹果然 可是他兩邊都很拉長 狀況都很多 尤其打對台中更糟 現在整個那個團隊的聲量王 就是林宥昌 對 他是第一名 而且是這個口出非常非常重的攻擊的 只是 他都說了你加課藥 後來 或是說有點落差 比如說你要去批判 比如說台中的這個土地標授 你至少先把數據拿 他很離譜 他數據中央拿到的資料 居然是錯的 對 所以我說這個東西 對民進黨來講 變成說你發動攻擊 結果居然給的資訊 是錯誤的時候 那你的攻擊就 為你的效果沒有達到 你就先要跟人家道歉 那很抱歉 這個就叫打歪了 那當然跟謝國良的這個 就是有一些這個叫做 他們基隆在地的 也有一些恩怨在裡面 畢竟謝國良是 接他的這個市長的任期 就是說他等於是他接任的人 那後面 他們前後任有什麼樣的矛盾 當然那個東岸廣場 我認為只是一個 其中一箭 爭議事件的點而已 後面還可能會有 更多更多的 其他的案子要處理 那你怎麼看這個跟閣員 是不是比如說 這個鄭文燦可能有 想要再卡到更好的位置 這些有息息相關 其實我覺得現在談閣魁 還言之過少 第一個就是說 他們的這個交接團隊裡面 你會發現 政力軍在交接團隊 那八年前林權 是在交接團隊裡面的 所以很多人就會自然 而然認為說 那政力軍會不會就是 那個所謂的隔魁人選 不過大家要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政力軍 要當賴清德總統任內的 第一任隔魁的話 他要立即處理電的問題 能源的議題 因為核三廠是不是要演議 這時候政力軍過去在 但政力軍非常堅定反核 對 他是一個非常堅定的 這個非核家園的支持者 所以這個未來如果在他任內 必須要比如說立法院 國會做成決議 要求核三廠要演議的時候 那他要怎麼辦 他會頓身很大的衝突 對 這會不會變成一個 所謂的政治的衝突點 所以我說這個可能 未來都要去考量 目前很多人都說 卓榮泰有一個好處是說 因為第一任的這個隔魁 一定是一個擋箭牌 就是要來幫忙擋子彈 有很多的議題他要負責去砍 他沒有那個詞叫炮灰 建拔 要當建拔 而且所以很多人就說 要嘛是找學者 要嘛就是找政治敏感度 政治性沒有那麼強 其實不是政治性 就犧牲他讓我們也沒差的那種人 未來性沒有那麼強的 就是他可以被犧牲的 犧牲打 所以很多人就把卓榮泰 放在這個檯面上 而且認為他的呼聲還滿高的 不過我覺得這次 這個新聞是新聞訊息裡面 放出來一個比較有趣 就是他們說 所有人都有很大的共識 就是鄭文燦要當副院長 這個倒是一個滿有意思的一個說法 還是放話的人是鄭文燦那邊 我覺得這樣不至於 當然賴清德的人事觀 只有賴清德知道 他的邏輯只有賴清德一個人可以掌握 所以我們稍安勿躁 我們也不用去拆 不過坦白講他們也沒什麼人了 這個不要 那個不要的話 就真的也找不到其他人 倒是有一個民主基金會 向來我們跑立法院都知道 這麼多年來 我們至少我們跑新聞 跑二十幾年來 都是立法院長來兼任 但是現在剛好民進黨他執政 然後他們的人其實也 雖然沒有過半但也不少 現在就傳出來說有可能 現在的這個董事長是游錫坤 民主基金會董事長是游錫坤 那是不是就乾脆把它卡住 因為我們相關的這一些 裡面的組成是 內閣佔了大概有五位之多 所以如果要表決要幹嘛的 民進黨可以硬幹這樣 現在就傳出來包括國民黨的 陳隱信在裡面當董事 他說你如果這樣子 沒有按照慣例 讓韓國瑜來擔任 民主基金會董事長的話 你就違反了精神 違反了慣例 讓台灣的民主掃地 那這個吳思瑤就講了 包括外交部都已經證實了 吳釗燮其實已經跟韓國瑜 討論過這個相關改選的事件 所以叫國民黨不要這些操作 但是會不會是因為太多難看的事情 被挖出來 如果這些事情沒有挖出來 你們會老老實實跟韓國瑜談嗎 王國會就爆料了 這個民主基金會 他不講我們真不知道 怎麼會有這麼離譜的事情 基金會補助很多單位 還補助什麼信品 就是跟民主一點關係都沒有 跟國際關係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亂補助那也就算了 尤錫坤當董事長 尤錫坤補助自己的基金會 然後你看這邊 這個基金會 洋山 什麼洋山基金會對不對 洋山基金會 董事尤錫坤補助自己人 尤錫坤補助自己 然後還有包括這個是誰 林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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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每個月 他也是民主基金會的董事 他也是 他也是補助自己 這怎麼這麼肥茲茲的一個單位 然後聽說還有一個油炳陶是不是 這人是誰你知道嗎 尤錫坤的兒子 尤錫坤的兒子 尤錫坤補助自己 在補助自己的兒子 玉峰沒聽過吧 還有包括沈柏洋 沈柏洋就是我們黑熊學院的 這個已經當了民進黨的不分區 都補助這些人 然後不講不知道 現在挖出來太離譜了 你是不是因為這個太離譜了 所以我趕快跟韓國瑜說 我們不會 不會給你卡位子 還有另外一個不透明的問題 民進黨的財報裡面 在講所有這些補助 民進黨就一個 其他補助 一千七百多萬 國民黨的有標 民主基金會補助有一千一百六十四萬 剛剛民進黨說 你們國民黨還敢好意思講這個 你們從民主基金會 拿的錢比較多 但至少人家透明 人家有標注上去 不會是黑箱 然後現在變成是民進黨綠油油的小金庫 然後這麼離譜 自己補助自己 還補助自己的兒子 然後甚至有一些單位 譬如說像是游錫坤辦的基金會 費死聯盟 拿著錢比民眾的還要多 實在是有夠太離譜了 神波漾的解釋 聽起來也很奇怪 他解釋我都聽不懂 他說如果有小金庫 各政黨都有責任 這是什麼意思 你們吃這麼肥 吃這麼肥是大家的問題 就要請教楊明 我先強調就是說民主基金會 他給政黨的補助 他們是明定在章程裡面 是有規定說 一年就是三千萬為上限 總額三千萬 依照政黨比例 就是國會的政黨席次比例去分配 所以比如說以上一屆的話 民進黨有六成 或是比如說五成八 他就拿百分之五十八 國民黨三成多 那就是百分之三十幾 所以是按照這個比例分配的 所以只有而且就是一定要立委 有立委席次的政黨才可以分配到 所以去年以前包括時代力量 包括民眾黨都有 那現在 所以民進黨他的意思是說 今年開始 因為國民黨現在是國會最大黨 所以今年開始 民主基金會給國民黨的 我覺得補助政黨不是邪惡的事情 因為政黨要做一些國際的外交 我可以理解 但自己的金會 我自己還有自己兒子的基金會 我就不能理解了 這個我說剛剛講的是3000萬的部分 那個是政黨補助 剩下的補助就是依照個案處理 比如說看有什麼樣的活動 什麼樣的 像之前很多蔡總統去參加的 什麼視訊的什麼民主論壇 什麼都是民主基金會出錢 其實某種程度 他變成政府的 有點官方的白手套的味道 第二外交管道 就是類似這樣的概念 但現在你提出來這些 其實如果不是王宏惠委員 貼出來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對啊 這麼多年我們都不知道 關鍵在於不公開透明 其實我覺得韓國瑜 如果院長順利的當選民主基金會 他大可以就第一個 我們未來所有補助 所有社團通通公佈 就通通公開 其實你知道民主基金會裡面 因為董事是各個 你都學國民黨 國民黨有公佈 就是各個政黨都有 裡面其實各個政黨都有 都在裡面擔任董事 所以這些資料從哪裡來的 我是董事我當然拿得到 他每年的財報或是說補助的 這個相關資料 董事會裡面都會有 所以我必須講 只是說之前 因為選舉他們不想要戳破 他們不想要在那個時候打破關係 可是現在 他等於是國民黨 拿這個議題來告訴你說 你是不是要來卡韓 你卡看看 你們吃相那麼難看 你還想卡 當然我認為 我認為現在看起來整個 以外交部包括吳思雅他們的說法 應該不會卡韓 應該會讓韓國瑜伐 吃相那麼難看還在卡韓 不就更難看嗎 另外這件事情 這個金門的衝突事件 討論過這麼多的談判 今天本來一早傳出來說 談判最後有一個基本的結果 但是又有一些狀況 一早本來是講說 有達到共識 甚至有一個版本說他們的 這一個叫做撫恤金 說不是賠償金 撫恤金大概是台幣615萬左右 而且會有一個書面的道歉 但這個說法後來很快很快的 被連篇的報導給推翻掉了 說長達一個小時 第九次的這些談判裡面 對協商結果不透露 本來有一個版本說是615萬 而且是撫恤金 注意 不是賠償金 然後是書面的道歉 管閉林的說法是說 我們沒有破裂 但是現在有一個狀況 是管閉林也被國台判批評 說他非常冷血 那當然管閉林方面的人就說 沒有 這個是錯誤的一個解讀 好 有一個重點來了 這個我們的ET Today 有一個大家說 他跟民進黨政府 尤其是跟府方 走得比較近的 會來自天廳的這些報導 連續出了三篇 他先去鋪陳說 我們這些海巡執法很辛苦 常常會被劫走 登船就被載走了 或者是對方架起了 削尖的鋼筋丟瓦斯巨檢 這是危險的問題 其實海巡執法 我們都是支持的 海巡遇到很可怕的 這一些三無船隻 我們也都理解 但是你跟撞死人 跟後續的反反覆覆 那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 以及中國漁船兩死提出 四個要求 我們拒絕道歉 我們拒絕道歉的理由是 只要這一次道歉了 未來很難再執法 但一早我們都討論 你的道歉可以分不同的方向 比如說我堅持我們執法是對的 但對於我們執法 造成這樣的一個結果 我們表示歉意 另外一個是中共操作漁船翻覆 說強度還在限度之內 沒有超過釣魚台南海這個 所以國安高層認為說 這個單純的海上執法事件 不用隨著對方的企圖 來升高整個狀況 但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對岸的軍事的網紅 他們說本來這個是對岸 他們發布的這一些視頻 他說沒想到是大內宣 大家都以為 這個小船艦是我們海巡的 對岸是他們的 2000噸的漁船 他說不是 他說那個畫面仔細聽 他們廣播在講的PC10031 其實台灣的海巡署 是沒有PC的 然後他仔細看一下 對岸公布出來 他說其實這是一個演練的畫面 所以他們畫面邊邊角 那個泡衣根本沒有拆除 但是他們也說其實 這個中國的海警太軟了 應該要直接把船 開到金門的這個碼頭裡面 但是我就想網紅講的 可能會比較激憤一點 請教玉峰 對 我們先來講這件事情 到目前為止 你看這個管碧嶺 他有任何有意義的發言 從頭到尾都沒有 他被當成就是這個 唯一的發言管道 因為他禁止海巡署 跟任何記者 來證實任何的一個事情 所以你在問海巡署 這個事情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影像 到底有沒有碰撞 從頭到尾 他就丟主委的臉書給你 就只能看管碧嶺的臉書 他後來是有說 他並沒有禁止 對 我覺得他的行為 就一度傳出這個說法 我覺得他就是禁止 我在這裡我很負責的講 我覺得他就是禁止 我覺得你不讓大家來問清楚 事項你這個就是禁止 然後什麼東西 他們都不回應 唯一只要講到管碧嶺 管碧嶺說你人險 馬上PO了一個大文章 然後叫大家來發 他說管碧嶺說做了什麼 第一時間安置靈堂 然後再來辦法會 再來叫海巡署的弟兄 到臨前上香 再來每日敗飯 他告訴大家說 這是一個兩岸的一個事件 這是一個有人命的問題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一個 執法的一個問題 你就只能告訴我們這個嗎 弄一個靈堂 然後每日敗飯 他們 你現在可以回答的東西 就只有這樣子嗎 你可不可以告訴大家說 我們現在到底真相是什麼 然後我們的方向到底要是什麼 你看昨天不是還有一個 風聲出來說什麼 什麼是過失致死 那個東西根本就還沒有確定 然後管碧嶺就說 過失就不是故意的 那你不就坐實說你有過失嗎 所以管碧嶺真的是很不恰當 然後再來就是 他這個中國海警的這個影片 我覺得他用PC 影射的就是我們的PP 我們有一艘是PP 腰洞洞三腰 所以腰洞洞就是 我們是100噸級的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就是 這樣子的一個操練 在這個時候 傳出來說是大內宣 我覺得反而是件好事 各自對各自有交代就好 以前為什麼在 可是對岸的網友發現 是大內宣之後 他們就頗不滿 覺得太軟了 對 就是這樣子 我們也覺得我們太軟了 對 就是大家都真的要 找一些方法 然後來讓這事情 你想想看 如果我們的船艦 因為我們海軍已經說了 邱富正已經說了 這個海軍不保護海巡 我簡單請教一下楊敏 因為如果現在我們卡在官方 認為堅持不可以道歉 那最後會不會沒有交集 我覺得比較好的方法 叫做擱置爭議 就是說雙方各自主張 變成九二共識那樣 不是 不是 那個叫做釋緩則緣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當初廣大新28號 一開始菲律賓的道歉 我們也不接受 因為他沒有向我們的人民道歉 他說他是代表菲律賓人民道歉 他不是代表政府道歉 那最後怎麼妥協 最後是因為他們的司法釐清了 他們被就是這幾個 他們的犯兇嫌 變成他們要跟我們道歉 起訴了 所以我們確定他有出手 所以就是我說的擱置 不是說不管 所以暫時擱置 近代檢方調查出來 沒錯沒錯 好 可能要再等一段時間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他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